我演團老師 對 我想要問各位當初 不知道自己角色是高中生的時候 當下的心情是什麼 我想說 我演高中生 這樣子 當下的心情會浮... 不是我啦 問你啦 問你們啦 我是先哀嚎耶 為什麼 因為覺得真的脫離 學生時代太久了 然後 你要再回去演學生 我自己也覺得有點 有點不好意思 所以那時候是哀嚎 然後我覺得 蛤 認真 這樣 我也是先哀嚎之後 然後帶點喜悅 有點期待 因為那個製作單位跟我說 要懶頭髮 我說 哇 我好多年 我大概十多年沒有染過頭髮 而且 我在戲劇上面的角色 都沒有染過頭髮 我都是演好好先生 輔導長啊 然後或者是教授啊 或者是 就是 人家的爸爸 對 然後 要回到18歲 演學生的時候 我覺得 哇 是一個很大挑戰 我對於很大挑戰 我都會很期待 就是到底可不可以完成它 對 但真的 滿難的 那目前覺得還順利嗎 目前慢慢的認識我自己 對 因為這個金髮 會讓我覺得 這是誰啊 我認不出來自己耶 因為改變太多 包括我的眉毛 也要染亮淡 對 一開始就是 網友說 哇 她眉毛太粗了 因為我的眉毛很厚 蠟筆小心 對 蠟筆小心 所以就是 如果不把眉毛給染的話 就變成 很像兩條海苔在臉上 真的是小心 真的 所以形象上面 我覺得就是 一個很大的突破了 所以 然後接下來就是跟 每個演員對手的時候 我覺得 有讓我們加速回到那個 屁孩時代 有啦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其實 對 所以自認自己高中的時候是屁孩嗎 高中的時候是很乖的學生耶 我都 就是 我是管樂社的社長 喔 對 然後就是帶領的學校的管樂團 然後去大大小小的表演這樣 對 所以有印象中 做過什麼最調皮的事情嗎 還是大家都可以分享 如果高中的時候 做過一些 還是被捉弄之類的 被捉弄 我是蠻調皮的 因為我高中是蠻屁的 比如說我們會在三樓 就是對著樓下的 學弟妹說 A 然後他們就會抬頭看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 B C D 好幼稚 然後剛 剛剛也有講 就是穿著很草的皮衣鞋 然後一群高中 高三的男生 就走到學弟妹的教師前面 摳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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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要大家注意我們 然後學弟就看得很不爽 社群學長真的是 真的很屁 對 以前真的蠻屁的 那你衣服會亂穿嗎 制服會亂穿嗎 我們其實都穿的蠻乖 因為我們穿 遭規矩穿就很帥 就是會弄頭髮 以前就是 髮禁一解除 我們就每個都去染紅髮 染金髮 然後怎麼怎麼弄啊 就是隨便 就是只能把造型都在頭髮上面 對 我聽到 我聽到演高中生的時候 我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反應 我就這樣 但是一個很開心的點 就是因為我以前讀俱校 我都只有穿過運動服 因為我要倒立校要翻跟斗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穿制服 所以是因為穿制服 讓我覺得我可以穿制服 然後我學生時期是非常正義的 我是大姐頭 但是我不是欺負人的大姐頭 我是幫人家慘間除惡的那種 幫人家喬事情的大姐頭 我就是幫人家喬事情的那種 因為我有一個同學 我們放假的時候 都要把內務就請示 全部的東西清空 教官才會說 好這間可以放假 可是只有一個女同學呢 她就是東西一直不整理 然後另外一個我的比較好的女同學 她在掃地的時候 就不小心掃把碰到那個女同學 就是那個大家不喜歡的女同學 她就直接站起來轉身打了我同學一巴掌 然後我同學就摸著她的臉 然後跑過來說 我剛剛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我就超生氣 我就這樣走過去 我說你現在怎樣什麼什麼 全部的人等你放假是不是 然後我就把那個 剛剛掃地的那個笨斗裡面的垃圾 全部倒在她的身上 然後這樣 現在再這樣 不是這樣 然後我就走掉 所以大家就是 有任何疑難雜症都會來找我 哇 你學校怎麼這麼好 我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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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學校都沒有發生 因為住校 住校住很多年 就是會有很多比較從大家互看不順眼 然後到最後畢業的時候 大家都很像家人一樣 抱成一些褲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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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因為就是你可能會假裝有親 但其實沒有道歉的那個 對啊沒有 假 那個運氣是你自己演出 那個怎麼講 講出來的 就是因為他們本來就設定我要非常的雙面 那我也會在現場跟導演 基本上還是會聽導演的指令 導演如果覺得我不夠欠扁 他就是會提醒我一下說 欸這邊不夠要再更一點這樣 那個字不好說 踢抬頭是不是 我們在旁邊 我跟千文有一場對在旁邊就是聽他在 在跟你聽道歉 我說哇這不得了不得了 這一定會走 然後一喊卡他就他就過來掐我 他就說太不可思議了 我在旁邊看著這一切覺得怎麼怎麼可以 但是這個這個壞我覺得會讓大家是討喜 就會哇他怎麼可以這麼壞 他演得非常好 對 因為我們在場每天都演過壞人 我就以壞人的角度說 欸你這個角色很好 你要好好把握 他們很鼓勵我 他們就說沒有關係 你自己做好功課之後你就豁出去 因為反而我臉皮也不薄啊 所以其實豁出去是沒有問題 我希望就是大家可以藉由看戲 而去反思我們現實中的一些事情 我覺得也是很好的 然後校長在中間很痛痛這樣子 他又開始流汗了 你看他流多少汗就知道了 他人中一直冒汗 而且這兩個這集將播出的這一兩集 還會有我對校長做的一些 一些 校長真的運氣很差 其實被霸凌的應該是校長 是 是 你還被社會霸凌 被霸凌 所以是校長比較難當 還是老公比較難當 還是兒子比較難當 哇 沒有啦我覺得這一次 非常感謝製作單位 比較正直然後正派的這個角色 謝東俊 對啊然後 其實有幾場親情戲 跟媽媽月宏姐 就是在對戲的時候我非常有感覺 因為基本上劇本也寫的好 就是看到那些台詞的時候 你就會自然而然就流露出那種情感的東西 再來就是月宏姐 她真的非常會帶戲 她真的那種帶戲的功力是 真的是沒話講 而且她私底下 她播出以後她也會打電話來跟我 討論一下劇情 欸我們剛剛那邊演的怎麼樣啊 然後之後我們應該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哇 月宏姐幫我很多啦 但是月宏哥本來就是水作的男人啦 因為他就是一個情感很瘋狂 他之前在拍我們在拍天之交女的時候 其實我看他很多跟兄弟的戲 跟家人的戲 其實明明也沒帶到他 但他就是哭到鼻涕都出來 所以我覺得其實月宏哥自己本身就是一個很棒的演員 就是水作的男人啦很會流眼淚跟流汗 這一次是很認真在演一個正直的人 請大家不要笑 不要以為我在搞笑好不好 我真的覺得月宏哥演的校長很棒 真的 很棒 很像我嗎 有人笑你嗎 就是 不習慣你這個 不習慣我這樣子 有這麼正經啊 他們會想說 笑啦 像我第一次看到在戲裡面遇到他的時候 我就說月宏哥你知道這是好人嗎 他就說對啊我這是好人 然後我還補一句說 是真的那種真的好嗎 他就說對啦怎麼樣看不出來喔 我是看他脫我才脫 我說金毛的脫了我就跟著脫了 也沒有因為我們後場已經先拍了 就是後場是衣服沒有 所以我們就要脫 對對對 然後我想說我們原本想要說 欸我就穿衣服直接 跳下去 因為救人要緊 對對對 結果那個劇本就 因為已經後場先拍了 沒有吃 所以我們就必須得脫 對對對 然後我們就是 先去曬黑啊 然後先運動啊 其實時間很短 對 知道要這場戲大概才一天的時間吧 才一天 哇 哇我的肚子 哈哈哈哈 很好很好 體力活體力活都他做 有啦我們有 沒有那個 那個 事前先衝行 事前先衝行 但是其實那天真的很熱 對 我們前面已經拍了很大一趟 然後那個 一曬下去然後加游泳啊 哇那個整個是體力好吃 對 我們一把那個晴天救上來的時候 已經 不是快 其實不會有 本身我們都有在運動 可是快沒力了 欸怎麼肚子好餓喔 然後還要跪在那個 那個地板上 他跪到他的膝蓋流血 因為他幫晴天做那個CPR 對 會不會跪然後 因為要大概幾個禁位要好 蠻多次 對 然後就是包括那個 千涵的角色也要從遠方看 對 然後就跪到流血 然後 覺得蠻值得的一場 蠻值得的 蠻值得的 印尼很帥 他直接跳下水 等一下要分享一下 近距離 你是海景第一排 哈哈 五眼睛是閉著的 哈哈哈哈 但是因為那時候我就有跟千涵說 欸我很重喔 你要確定 他說OKOK 但因為他平常就有在重訓 所以不太擔心啦 不會啦 不會重 謝謝謝謝 只是抱著他要撞到那個牆壁 對 他抱起我 然後把我的腳去拐到那個欄杆 第一次拐到欄杆 然後第二次拐到欄杆 然後第二次 那兩位女生給那個身材打幾分 打一個分數 百分是幾分 100分 101分 哇 哇 你真的很快說過欸 你不要這樣 太高了 太高了 我剛剛想說95分 欸果然千涵真的是很會做人 說話 很愧是我跟千涵合作好幾場 對 因為我想說還有那個五分是 之後他們長大 還要努力的空間 沒有因為你們之後五年後 我相信你們可能會偷更多 或是有更多機會展現身材 所以就這五分 你們慢慢來 讓我們有進步空間的五分 好好吃個飯練一下身體 OKOK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大家辛苦